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回來以前的ACPIE 我是子萍 今集很特別的 因為今集在我不經過 剛剛檢查集數的年表 我發現這集是一周年來的 但也剛巧今集我們打算做一些企劃 什麼企劃呢? 就是一個聯播的企劃 首先有請我們的嘉賓 阿凡大人 我是聯播項目的 今集CALLS OVER 有幸成為一周年紀念的special 但一周年是在你們台播 不要緊 世界大同 網台這個世界不要分疆界 我們都一起播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聯盟 一向都沒有 帶領我還有一個嘉賓 美日朗 說到一周年 一周年我們說什麼 我們回到原點 我們回到高達 可能有聽到這個節目 也知道我們本來沒有想做這個動漫節目 但如果我連續做了7集高達的關係 我們就發現算了 不如我們開一個有關動漫的節目 所以回到一周年 我們再回來又說高達 其實我好像曾經在節目說過 我不想再說高達主 但結果我也是回到高達 根據這個新時代的系統 經常都說 越抗拒越自俗 你越是抗拒那件事 就不停地纏繞你 直到你接受了 我只是覺得我今天的自己 推倒了昨天的自己 自公自首 很厲害 很高境界 自給自足 哈哈哈哈 今天邀請了Custin過來 我正在說什麼呢 其實今天是講高達裡面的靈性思想的問題 Gundam Crossover New Age Crossover 這個靈性的問題 然後又找狼兄過來 講講有關高達的思想 或者設定上的一些細節的問題 其實高達 我覺得高達是近多年來 最有靈性思想的作品 即是動物作品 你怎樣看 我覺得是甚有 但我又不是最有的 因為如果你說最有的 我自己最中的 那些應該是火之鳥 因為我們近期很熱的 例如說出戲雲濤 雖然這個概念是很棒的 但如果有看火之鳥 你會知道 其實類似的概念 或者那種故事排序 也好 其實火之鳥 應該是給我 以我自己接觸到的動漫 其實是最重的 但是我所謂最有靈性的意思 其實我不是說那個背景設定 我不是說那個編排問題 而我想說是裡面的人物 是有靈性的那種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回答到 世界觀是很靈性的 其實世界觀是一個 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的東西 我們沒有答案 但問題是人性這方面 可以讓我們想到 如何去尋求靈性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覺得 Gundam在這個方面 是最完整的 是說到人性 或者由人性 走到靈性 這個概念上的一個作品 非常好 我先戴上頭盔 我看見你跟我聊天的時候 你就是以為高大 最有靈性感覺的動漫 其實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不認同 或者我其實很有興趣 想看看 聽聽你說的觀點 為何是這樣的 所以我現在是處於一個很開放的狀態 OK 因為我自己看高大 他有一個很新的概念 除了他裡面的一些 機械設定 世界觀 很結實 很真實以外 他裡面提倡 一個叫做新類型人的概念 其實他就是 講大家 掌握宇宙之後 那個精神是得到解放 那個進化的過程 然後大家再用 新類型人的能力去溝通 或者是感受到不同人的思想 初時在作品裡面 最多就是在戰鬥那裡 有些人如果是陣亡 然後會感覺到悲傷 或者有時候是感覺到危機 在戰鬥的時候 但其實看作品 多數都不會感受到這些 反正是感受到那種預測感 一叮一聲就知道 有東西攻擊我 有東西攻擊我 那種感覺多些 看作品來說 我們應該會印象這個強點 但是我想問 關上什麼叫做新類型人的概念 是 其實你們怎麼看新類型人的概念 新類型人 即是 而看新事 很明顯這些 就是new children 這些是上了宇宙 被這個 引力終於解放了架鎖的 靈魂的新的人種 很官方的說法 因為這個 這個是馬沙曾經在那個 講話裏面 是曾經說過很多次的 其實這個說法 本身是來自戴昆的說法 戴昆即是馬沙的父母 嗯 趙公國的創工人 就是創工人 即是當年趙 其實趙就是 不是打算是公國 對 對 前身的時候 對 他是打算自治組織 他是不是搞共和國 我忘了 其實當時他說的概念 就是 人類去到這個宇宙的時候 他脫離了地球的引力 地球的引力 其實所說的 除了引力之外 另一樣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的眼界仍然在地心的情況 是沒有一個360度的觀點 是 當你去到一個新的環境之下 人類的老步 就要給新環境刺激 令你去尋求你生存的可能性 嗯 在這個轉變之後 人類就要有新的能力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掌握了什麼叫做 下一步洞察仙機的感知力 第一件事 就是看到 我們見到新的人 很快可以開機 因為他們很快找到 重點在哪裡 另一件事 就是人與人之的關係 由於距離拉遠了 因為你的宇宙很大 相對地球是比較小的 所以他就說 人與人之間 就要透過另一種方法 補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人與人之間 是不可以完全獨立的 所以他說 距離拉遠了 我們就要用另一種途徑去聯繫 其實這也相對 跟我們現代人相反 因為現在我們生活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智慧 製造了很多工具 很多方法 我們很緊密地 要用那百元 和交那百元去聯繫 就是因為我們人類 自從有文靈開始 就用很多工具 或者是很多方法 去令我們脫離了危機 所以我們 比如說 動物有的天生的直覺 特陸感 那些人類沒有了 反而上到太空之後 再去激化另外一些 或者以前曾經有的能力出來 其實這個設定和觀點 我很想知道 當時寫這個故事設定 那個人 是否其實他在哪裏 搜集資料 因為其實在很多的 UFOCase 裏面 尤其是六幾年代 七幾年代 那些親身對話式 那些contact team 即是外星人 和地球人 不停有心靈感應 或者當面 他有一個溝通 得出來的結論 其實那時很多外星人 都曾經說過 當人是可以去到外太空 的確是可以被地球的引力 或者磁場 去令他放寬 他的大陸感 是的 這種東西 的確在很多時候 當時的美國 或者俄羅斯的太空人 在非官方的訪問他們 有七成以上的太空人 都曾經說過 當他去到太空艙之外 的時候 他是感受到 那種 跟整個宇宙合一 或者他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他就是 雖然我在太空艙 但我感受到 整個太空艙 其他太空人的情感 或者他的狀態 總括而言 就是說 你會看到 他有一個設定 可能 其實不是他自己憑空想像 他應該是由 做一些 資料搜索 然後套這些觀念 這個真的不知道 第一 這個作品是1978年 開始做 所以79年就公佈 所以叫0079 高達的編號 也是R78 是由那年 他開始研究 所以他在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接觸 因為不清楚 日本當時的資訊 那個流動是怎樣 我不知道他找不到資料 但是 反而來說 我這副作品本來就是 很多作品都在說 人類本身 那種給予很多仇恨 抑制 而人類應該去試圖 用直覺去感受人與人之間 我反而覺得 他是由這個觀念才開發 即是他有沒有知道 要搜集得好 其實這件事不影響了他的方向 是的 還有一個 純粹我自己推測 應該是受星戰的影響 這個一定有 因為裡面 最簡單 你看 他拿把劍 不是就是絕對沒有事 那把劍 不過 不是用他們身體的能力 而是用科技的產品 而且 純粹的能力 其實多少都有點像 跟 Star Wars的世界觀 那些 Jedi 那些是有些近距 不過他就發展成另外一個系統 或者是 加上 副野自己 即是對人 那種想法 就構成了 純粹這個系統 因為其實Gundam 是受Star Wars 應該是激到深的 其實這件事就是共通 因為你可以說 當時 無論是Star Wars 以至是 星空奇遇記 其實那些編劇有說過 他們是很多製作收集的時候 是引用很多時候 六七十年代 那些的外星資訊 而他們去估計 外太空到底那個觀念 那個結構是怎樣的 所以我想 其實在那種模型中 就算他沒有直接受影響 他都間接有這些 是的 因為那時候 確實是一個全世界的 一個風潮 對Sci-Fi 這類的題材 觀念 是的 不過剛才說到這個 解放於重力之外 其實我有想到另一個核心性 就是引力 其實我們人是直立在那裡 腦部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的血 是沒有辦法 長時間攻上腦部 要用一些方法去充血量 對 或者像Google那樣 要賭蠻去思考 或者像天下地神 或者關心 再不是用極端的方法 向頭開個洞去接收宇宙能量 但是會不會 其實就是因為他走上太空 因為引力小了 那些血就流多了在腦部 即是人腦 我們經常說 他發揮不會完整 對 就因為血在腦裡多了 那你的腦就可以讓他有更加多的進入 令他運作更加完整 這個是其中一個項目 還有一個說 再大一點的影響 其實是關於磁場事 因為以前的埃及金字塔 其實是用科學的義去驗 在中間的那些密室 或者那些房間裡面 的確是驗不到磁場 或者對於隔開所有電波的那種能力 那間房間是很強隔著其他路電波 令到那個隱 即他相傳應該覺得那些隱 是在修行去到某個狀態的時候 再進入那個密室 金字塔的密室裡面 再進行最後一個測驗的一個密室 去進行修行 那可能其實就是 你去到外大空 你可以隔著某些磁場 沒有電波的時候 再加上你的血液上去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引發這些物能力 因為地球其實有一個 我忘了那個磁場圈 叫什麼名字 它是隔了很多宇宙的磁場 是的 所以它離開地球之後 它本身可能會面對著 一些很靈的刺激 是的 所以這可能影響了 人類在宇宙生活裡面 那種精神世界是有不同的 所以人家說 心理方面有分別 他們在地球是覺得很重 因為肌肉的力量是沒有那麼高 因為那個重力問題 是的 但是如果長期沒有這個引力 其實對於太空人的生命 是不可以的 到現在也好 如果你是沒有做到 人工的引力 其實人體的肌肉是不停的萎縮 其實人類是絕對不適宜長時間在外太空 所以那些太空站不一定有尖房 是不斷地做尖房 是的 其實這些都是相對於在地球出生的人 因為始終現在沒有在太空出生的人 所以如果他從懷胎十月的時候 已經是在太空的環境 即是他適應能力 可能是比我們這些人類高很多 當然再加上 如果他早幾代的祖師全部都是這樣的話 他相對也不會受那麼大影響 然後可能引發出來 即是他的感知能力 或者是創作力都會強一點 也不一定 會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在宇宙方面生存的人 已經是適應了 所以其實所謂Liu Chi的觀念 其實是說人類進化的可能性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作品最靈性的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可能性 是 因為它是從來沒有答應給你 即是它一直在說 人類有進化的可能性 這個進化的方向 他給了一個接觸 人類進化的可能性 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的連結 以及你會更快一步 由直覺知覺到所有事情的重點 但其實他找不到答案 對 他沒有告訴你進化的結論 即是我們所謂很靈性的答案 說你是什麼Battle to Run 其實他沒有這個答案給你 但我反而覺得這個就是靈性的重心 靈性的重心是給你機會 去尋找什麼屬於你所謂的答案 因為 即使我們今時的看容很多 有關這些 新的社交配料 其實他們每次說的 都可能只是一個蝙蝠 或者是 我們不一定要跟任何的圖案 即是我們不一定要跟佛教 或者是任何的宗教 或者是任何的指導者 而是我們是用自己的想法去回答 所以這一點我才覺得為何這個作品在靈性方面的重心高 就是他那兩件事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愛而成長 這個我以前發表過一篇文章在中大動漫研究會 裡面說的是NT的重心就是愛 有愛無敵 因為他有說過NT和NT之間為何需要有這種連結性 因為你對人的需要 其實是愛的力量 才能打破空間可以跟人連接 那種需求的力量才存在 這是紫平談的專注 而我的專注是 就是只要有愛和你有愛的人死了之後 你又連接上之後 你的機器突然可以著光 然後三倍速 三倍速又不著都可以 還有那個盾可以由打得爛變成光化了 就打不爛的 用精神能量去推動 著光是有精神感的骨架的 還有我很想問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有再回看0079 雖然也曾經看過兩次 但我不是很記得那個故事 就是是不是 阿娜娜的出現 而更加引發了 馬沙和阿寶的精神能量 是強化了 是的 尤其是馬沙很早的出道 他小時候滅門之後 又潛伏進去 他在戰場也有很多年 但是他也是基於 和娜娜一起 又再遇上阿寶這個縮敵 他才更進一步 反而不試著勝利 但是阿寶作為一個 初出茅牢的小子 他沒有馬沙那麼豐厚的背景和經驗 他也是因為 和娜娜的相遇引發 大家都看到他成長得特別快 其實那個進化 看到娜娜和娜娜之前 本身的阿寶只有那些禁止力 但是當他遇到娜娜之後 他對於那種惡念 那種精神世界 簡單來說 是靈魂與靈魂之家的感受力 是強烈的 他感受到靈魂 而由身體 轉到精神 靈魂的感官 印發他們在外宗打仗 一時看到娜娜 旁邊有幾隻天鵝 飛下飛下 而且娜娜的整個造型 很容易令你 引發你對靈性的感覺 因為他一來已經是印銳 再加上中間有一點 再加上娜娜的眼神 那種超級大眼 但又不太出聲 那種感覺 是令人自然會聯想起那個方向 他的眼神很多時候 是一種佛家庭的平時 是的 所以娜娜在這個作品裡 其實是一種 我們現在的世界 所謂靈性導師的著迫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作品裡 如果以這裏來說 其實是在說 以我們 他的身份 其實不是在說教導的事情 而是反過來 以我們一些 我們不知道世界是怎樣的 遭遇與發展 去講解靈性的事情 是的 所以跟很多作品不同 很多作品 我們是不代入的 我們好像很遠 是一個很大的世界 甚至是看佛堂的作品 所以你也覺得 我是看這個故事 你是代入不了裏面 因為裏面的角色 不是在寫任何一個人 但是你看到這個作品 他最有趣的地方 他的角色 其實是寫任何一個人 而你會遭遇到 和你會變回和進化 因為進化可能性 不是在說特定的人 而是在說所有人的可能性 這個就是 我一直強調這個作品 是 Newation一定要看的原因 但是通常都不會認同 是的 很多人都不認同 而且如果你今時今日 才介紹0079 我有時真的覺得 那個畫面 以至那個時間 都脫脫地截 如果你說動畫版 會是 如果你看回Original Original 其實畫面也不錯 很多人都期待 動畫版 對 這一輯把它remake 不是 應該是做新一輯 可以在世代交接 對 不用擔心 現在的90後 2000後 如何去看0079 那些 很難捱 因為我自己看回0079的 跳衣版 我看到他 三隻 三隻 扎鼓 是三塊膠片 移動 只在移動 好像看收拍 我真的沒有接受到 而且我們現在看很多電影版 OVA 其實畫面已經習慣了 回不回頭 再加上 現在我們看 好像我一樣 我現在只追 電影版的畫面 最美的 例如 《新世紀福音戰士》 我看過電影版 我突然看回以前卡通版 其實當年看不覺得差 但現在看已經覺得 不行 有些東西已經不行了 你當卡通版是黑白片 如果他全部轉黑白片 我重申 但我應該會接受 對呀 但說回剛才說 佛陀這個故事 其實在079 阿寶 他整個幾十集的經歷 其實都像是一個 他的修行 或者誤導 他在戰場上 透過不同 即是一開始 就是被 被迫 被迫 迫上梁山 成為戰鬥的一份子 保護自己 朋友 到後來接觸 不同的人 捲入不同的勢力 其實這套作品 不論是敵我雙方 那個重複率是很低的 即是每個人 就算是 擺明一看的樣子 就知道是奸國 黑色三連星 你都會覺得 是有不同的個性 令主角去感受 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人 因為阿寶剛剛出道的時候 他覺得是被迫的 所以他有兩段很重要的劇 第一段是說 你們迫我去 那我就拿 我就殺掉他們 第二段是連爸爸 你爸爸都沒有打過我 這段顯現了他由那種被迫的心理 首先他由這一段 再轉變成一種被害妄想的心理 就是你們迫我 我只有這個存在意 我就要不斷去殺人 然後 再遇到那個 我想不起那個名字 整天都那個 雷尚師 那個補級那個 哦 是不是馬少衛 我忘了什麼 港版 港版是馬少衛 沒錯 那狼兄果然很記得 不是 因為整天有人 貼這些東西出來 久不久會看到 因為我有一個缺陷 就是我記名 我是完全記不到 作品裡面很多角色的名字 所以機體的名字我也是很難記的 因為我大約是幾個五屍流星 是 之後呢 他那段轉換了心理 就是說 他是要去真功 為了表現自己的存在感 令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 其實他是為了 簡單來說 在那時候 因為其實 什麼叫狗公 就是他作為一個狗公的存在 要表現 去吸引他的女神 那隻狗公 我還在想什麼狗公飛星 狗公不下 那些 不是 其實他用的部機是狗衝 其實這一段 仍然是一個很人類的狀態 即是很人類的狀態 但這一種人類狀態 如果你說自己有什麼新類型的意念 其實你一樣會經歷這種狀態 其實到了這一段 人們死了之後 他開始感受到 開始疑惑 戰爭是什麼 這裡有兩個層次 第一 他是很直接覺得 自護是壞人 所以這段 又有另一個重點的戲 就是打敗自己 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令到 那時候小時候看 其實有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說 你很難到底分哪些 是中哪些間 其實各自都在為自己的理想理念 而且當他去到一個這麼大的勢力 或者架構的時候 你會看到裡面 其實各自都有他的間和中的人物 所以其實已經很難分 到底哪些是中哪些間 但是在主角的角度 當然是自己是正義的 沒錯 所以那段來說 其實我們都稱為 阿暴的上本身 其實他下本身很長 我想說 還要去到麻煩 其實還要去到 但在作品上 剛才節目說的 第一件事就是 人性或者獸性的表達出來 但是當他在戰場上 感受到那種悲傷之後 他就開始變成一種炎戰狀態 即是算是他的 有些像看當年 劉德華那套大赤老和尚 有一次 那裡就是《哀戰士》片 即是電影版 開始 嘩 人人都死了 死了的時候 他開始考慮什麼是戰爭 他考慮戰爭的時候 他是想到什麼是暴風點 所以 應該是哪一幕呢 應該是打 索羅門妖賽人 即是打魔法的時候 就由那個 十字光線炮 太陽 那個Sonna Ray 那個東西射過來的時候 有一句對白就是 感受很強的 其實他已經開始 進入了那種感受 意念的世界 是 再加上遇到這個 那那的時候 就可以轉換位 他是思考著 人類的出路 嗯 但是同一時間 他又被人類的旋渦 那種 念與念之間的 那種 戰爭 影響著 他仍然都要打 因為他仍然都要保護 自己家園 和保護自己身邊的朋友 但是同一時間 他又在懷疑戰爭 是什麼 所以其實去到 之後 20079之後 所謂阿寶 被軟禁的時間 其實相對於 阿寶來說 是另一個 治安療傷的 因為其實 他同一時間 在望海的時候 雖然望海多數是 那家沒有 他都在思索 什麼叫做 人類生命的出路 所以你說 馬沙樂對算 他已經是 不會給機器去駕 你已經被人軟 你被地球的引力 去捆綁的人類 其實對他來說 他仍然在思考 這個答案 所以你說 他出道來 重新駕駛機 其實對他來說 我們是更加難去明白 他那種想法是什麼 我不是很抓到他 特別你去到馬反 其實馬反 我自己覺得這個作品 是失敗的 哦 馬沙之反擊 你覺得是失敗的 對 可能是失敗 因為他那個人類的元素 是不連體的 第一 最重要當然是馬沙 馬沙根本上 在那個角色裡面 你不覺得他是馬沙 是 除了他仍然會搞小女兒之外 但是他不戴面 他整個性格觀和他那種意向 是 因為馬沙果然是 在很多故事都有出現過的 但是每一次出現的時候 你看到他真的好像性格分裂 除了他的樣子 你知道他身世是馬沙之外 就覺得 他的性格很不同 除了也是酷 金髮英俊之外 還有 唯一一個共生點 一定是由女兒自己送上門 其實有原因 他這麼多次的不同的轉變 他也是基於立場 就是由最初 他是一個王子復仇記的身份 出現 到後來 接著就報仇 在無印第一代 那時候 那時候他完成了他的目標 之後他就開始可以過自己的人生去選擇 接著就是Z那個年代 他覺得 咦有些不同 他要為一些大義 或者受壓迫的人 出頭 所以就有 用小假身份 進入了奧肝 是的 一估計一下波羅 接著 失蹤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麻煩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某程度是 變回 基於人家的需要 或者大義 被人推出 他成為了一個 偶像 服務於某個理念 這一點我認為是最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 瑪莎本身 他不是真正正感 他有理念 但是他不是想做大靈者的角色 他是想做 緩醒者的角色 所以其實到了那段 我認為瑪莎這個性格 去到瑪返已經崩潰了 所以我不認同瑪返這個作品 但是瑪返這個作品 不認同我也有很強烈的原因 其實他的作品是劇本出現 他是沒有討論人 因為他出了劇本之後 再由各位投票 誰做宿命的敵對角色 主角 之後才投票 是阿寶和華山才找到他們 其實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是成功的 因為對外國是很有印象化 因為無論戰爭的畫面 以至後來出現的機體 無論是Liu Gundam 莎莎比 我都以為是經典 在畫面上 對 再加上最後的開幕結局 又有傷感 最後那種 大家所有敵我不分 都是為了同一件事 整件事的結局是很容易脫掉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有成功之處的 還有我有一點 平反一下 為什麼是搞小妹 雖然我覺得搞小妹是不好的 還要搞這麼小的 但我又會想 這個日理曼姬 做一個領袖的人物的時候 他很忙的 而很忙的 每一次都有一些 挺漂亮的小妹 是一個新類型人 是做她左右手 最能打的那幾個 是粉絲 而還要是自己 自動獻身上來的 作為一個 日理曼姬的男性 正所謂有得吃不吃 真是最大的 補充一下 再加上可能因為 娜娜的那個 情義傑 但她會當娜娜媽媽的 有些事當她失去的時候 你才會去得值得珍惜 而愛她一萬年 就是因為這件事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她的情感 停留在娜娜的那個 那個形象 其實她不想的 不過就無奈她 她有一個情感的創傷 比這些才不是平板 你是在誤導的 我說一下她的歷史 有一段是很棒的 就是她首先 在079之後 她走了去 阿古哲斯那邊 然後就交了哈曼 哈曼 哈曼大了之後 她又走了去奧光 對 到米尼亞大了 她又回到那邊找 她還要說 其實她是亂同僻的 這個已經 又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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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一下 你那些 首先她沒有正式去搞小妹妹 她搞得全部成年 不過可能是妙齡少女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在羅里街 被視為大嬸的人 通雲十四歲 但是誰呢 拉拉十四 但是沒有搞的 哈曼十四 沒有關係 那她只是精神上的 哦 你老寶太多 可能就是因為 沒有抓到才是最大遺憾 她和阿寶之間 大家都抓不到 其實她是一個守法的戀龍獅子 但OK 雖然她每次是有些 小妹妹 過來貼她 但她又有蝙蝠 她告訴你 她當然有一個二十幾三十歲的 金髮美女的秘書 是跟她在肉體上 又可以幫她解決 一個而已 只是麻煩那個 紅髮的 麻煩那個 我忘記了 還有 其實她很多時候 剛才說過的那些小妹妹 她是以守護者的身份 就是在她們身邊 那變成 其實她應該是一個 保母性格來的 其實她是八套玩偶裡面的男性格 哈哈哈哈 大根 是 那變成 不過當然 要炒業的人 當然是說她 吃蘿莉 有豐富 很多想像空間 那樣 麻煩的身 還有這些可能是作者 或是動畫師 裡面 本身有那個 陰暗的免疫套 在小妹妹裡面 的而且她已經投入了很多個人意識 所以她經常都會說 麻煩中 我覺得麻煩應該是 應該是日本作品第一個 會有出獄場面的男性 嗯 是金髮帥 沒有辦法 她是全身的 對 背面 一定不是正面 對 因為如果純粹洗澡 再古早些 可能鐵甲文俠年代 也有 超級戲那裡 也有一堆 不過之後可能拍 上半身 甚至乎只是拍肩膀 沒有她那麼 浮屁 這樣服務觀眾 她那一幕 我看到有兩 我只記得一幕 其實有一幕 應該是兩幕 有一幕就是 說回她同年的時候 讀書 讀軍校的時候 那時候 就走了去 和 我忽然間不想不記得 那個人的名字 喇叭 不是 那個弟弟 哦 卡爾瑪 卡爾瑪 加曼 對 跟加曼 在聊天的時候 突然沖軟著梁 卡爾瑪 嘩 那沒有BL 好朋友 我經常覺得 卡爾瑪這個角色 其實應該是幾乎 但她有個漂亮的未婚妻 都像我那些 傅家公子拉仔 她整個設定是很BL 即是她整個設定是很瘦的 大幾分子粉器 是啊 但我們說回靈靈 我們不是說這個靈 哈哈 哈哈 沒有所謂的 沒有聲 在靈性裡面 尤其是在New Age裡面 絕對是不反對同性戀 但我們不是要討論一靈的關係 是啊 只要不是強迫的話 沒問題 所以剛剛講完一堆馬沙 這麼多年的歷史 如果跟阿寶相比阿寶 就是為身邊的人多 其實阿寶是沒有目的 阿寶其實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對她倆打是一種抗爭 或是打著先 其實早段我講了 其實早段她也是打來都是為了救衝 嗯 就是為了這個博得女神的眼神 她又不是星矢 她也是為女神 所以這個是為何她這麼幽幽寡段的性格 就沒有馬沙這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馬沙每一次的故事 很明顯地她是充滿了極大的目標 極有理念 她成為其中一個角色 即是這麼小時候遭受滅滿 揹著整個家族的血仇 然後還要揹回她老爸當年的理念 所以每一次阿寶遇上馬沙的時候 通常被受教訓的都是阿寶的 因為你對於講目標講師名的話 你是沒有人夠馬沙這麼明顯的 但阿寶是傻的 之前打走馬沙的 街坊通常是最兇的 橫拳打死老師傅就是這樣 我們剛才說阿寶的前段 說來講她後段那種沉 究竟她能找到什麼 其實一直的作品 我覺得在靈性方面 是一個很好的結尾 因為沒有答案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作品 庫野在裡面所說的靈性 最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所以最後的結尾 是說阿寶 找回 即是她用新來人的能力 去連繫所有人 回到木馬沙 白色基地 第一輯的結局 其實她自己來講 她的心理其實很無奈 其實她很被動的 她是想 她是覺得打了一種惡念 其實她是抗拒惡念 但同一時間她在做的事情和惡念 其實是一致的 所以其實這個也說了 是這個世界裡的無奈 其實阿寶一直打 一直都被娜娜勸她 你應該跟阿瑪莎相親信 因為娜娜就是一個婦女 對 其實她一直的心願就是看她們教BL 對 我覺得很明顯 然後她就脫離她們 用一個神的視點去看她們 阿寶和阿瑪莎的結尾是怎樣 是否兩個終於是斷背衫 而隱居於其他地方 相親相愛 在麻煩裡面 就說兩個消失了 消失了這個世界 即是她在另一個圍裡 揚升了 但就沒有說另一個圍 但麻煩已經是 那個Storyline裡面 最後出現了嗎 她們兩個 是 是她們兩個 是 其實這類型的問題 有很多人 或者不同媒體 都想追問 即是傅野 傅野不會回答你 她始終覺得 找不到 或者不知道 不知所蹤 就是最好的人 要不然就變得老套 那都幾次揚升 你想想 在最後的時候 她們 拋棄了所有她們的怨念 而達至一個最偉大的理想 就是共同抵擋了這個大隕石 很想推走的時候 而通常你見到那個荷里活的故事 都是這個人 在一個對於愛的覺醒 對於大義的覺醒的時候 就令到她昇華到另一個境界 但其實這個覺醒 是不是必須要 即是以靈的角度來說 嗯 這種所謂的覺醒 其實除了自然的覺醒之外 在故事裡講 自然覺醒其實沒有用 是 因為自然的覺醒 你也要不斷受到外界的刺激 嗯 你才可以找到 即是這個作品 就是覺醒了 只是讓你開端去找的可能性 是 即是讓你眼界看遠一點 你便可以找到那條路 終於開到那個門 可以出去 所以她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一條路 但她有一個很好的設定 就是說 你無論有一個自然出生的新類型人 還有一個備受腦部手術強化的新類型人 那你就見到 備受強化的那些 她純粹有八成的那種能力 但對於她的心境裡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覺醒 甚至是有些扭曲的 精神崩潰了 而在戰鬥能力裡 但對方來說 就是天然的 永遠是勝過人工 這個看你怎麼看 如果是打肉薄戰的話 強化人是比較強的 其實這件事 是一個最大的提示 符惹自己的理念 即是你動機的問題 你是想著 拿這種能力才是為戰鬥的話 你出來的一定是一個悲劇 基本上沒有一個強化人 是有好結局的 沒有 死了 其實她已經在這裏 差不多可以算是明示了 即是你沒有好好利用 或者其實很多讀者 對高達都是 看裡面的新類型人 只是以為是戰鬥的一種手段 甚至沒有變成戰鬥 但是不是 故事裡面也是這樣說 都是把它利用的 但我想說的一件事 在覺醒中 是否必須要有一些挑戰刺激 或者一些惡煉 才可以令你醒覺的出路 即是你會怎樣看 因為剛才你說的 要推薦阿古哲司 才可以令全世界的人聯繫 得到陽性 但其實這個阿古哲司 其實是象徵了 所謂世界最大的惡劇 這真的很難說 可能因為太壽 我們所有故事 太壽賢希臘的故事 那種叫做 英雄覺醒的套路 一定是首先那個英雄是被一些枷鎖 或者被自己的觀念去枷鎖住 然後他解除了這些枷鎖 然後所謂得到覺醒 再去到一個good ending 你說在靈性世界裡 是否真的沒有衝擊 沒有衝擊 很平淡的 坐幾年就突然覺醒 但我想大部分的人 在娛樂性觀點上 一定會享受 他首先去完高處 然後趴到最低處 然後再去到一個更高的高峰 這件事是娛樂性觀點 是 如果沒有這件事 你要看到阿寶坐在電腦裡 然後呢 你就看見好像娛樂門一樣 在那邊飄著飄著飄著 然後突然說醒了 對 對 但我想這種這麼強烈的集體意識 會有影響到 所謂的人 是否真的覺醒的時候 選擇一個方向 你會不其然受到這些價值觀去影響 我覺得是有些特定強烈的活動才能夠激盛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有需要的 對 在作品裡 以剛才的角度來說 也會有 但同樣地 如果你說坐下坐下會寫 馬馬就會有這種傳統 你說你的姿勢就 對 成鬥時星出面的Saka 起水經已確醒 那些設定 你應該說 以Liu Rachel 他那些是上一輩子成了 對 即是一出生已經來到這些 是睜開眼的出生 因為娜娜的角色 她有說過她的童年 就是童年 她的爸爸是歲人 就知道她有些預感力 就是常常虐打她 和帶她到場 可以贏錢 然後娜娜就很想逃走 然後就被馬莎見到她 感到這個人 是擁有跟她同樣的能力 擁有未來的能力 所以可能性的人 就想和馬莎一起 馬莎娜帶她走 對 其實是很溜的 就是 什麼能量的人 就貼上什麼能量 對 但當她看到這個 駕駛法拉利 就看到白色的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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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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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因為現實上 所謂的靈性覺醒 你對那個價值觀的看法 是會是一個很宏觀式的角色去看的 其實絕對不會像是在故事中的人物 其實你還會看到 每個人還是加傻於自己的某一類的情感 某一類的價值觀 我覺得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有經歷 你要去覺醒前有經歷 其實這就是說她要遭遇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不是今天睡醒便醒 所以她的過程就是 第一,我捲入了這件事 很多經歷衝突 將這些東西尖銳化 再遇到一個啟蒙的喇辣角色 再讓你去尋找 那種的經歷 當然她後面是否有衝擊才能完全覺醒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她在這個過程中 她是說一種有經歷 在裡面如何學習 去感受人性這個項目 或者這樣說 我們經常都要問 你為何要流離這個地球 可能你要轉世下來 你應該是一個high inspiration 但為何要轉世下來 就是要有經歷 去讓你拿升級級 你要去完成你的故事 所以其實這個完成的故事 那種經歷和你的情感 我反而覺得這個 在靈性的看法裡面 就是要有這些東西 它不是說你醒覺之後的東西 它是說你如何去醒覺之前 你如何去在經歷內心的內在變化 我覺得這個故事是說這部分的東西 我們要撇除了0079的亞補馬沙系的高達 因為之後那些 在ZZ之後已經沒有看了 ZZ是沒有看的 最後那一部已經是08 08小隊 你看到其實 它對於精神能力那些 其實完全沒有 其實打後 還想說那一類 打後現在 這十年八年那幾套 還有沒有碰過這些 完全沒有碰過 我覺得 上一次人經歷過這麼多年 做很多嘗試 即是有機動木頭轉 機動新世紀 到真正在 新世紀 不是 X X X ZZ是新機動戰 不是那個W 對於是 由ZZ再去引發一次 孤達的全面熱潮 其實它是有一點想繼承 原祖第一輯的理念 將副爲理念發出來 將副爲理念發出來 它裡面說到 其實它也找到 剛才說到 就算你覺醒了又如何 身邊的人會受你說的 是 那可以怎樣做呢 比如W那一輯有說過 它裡面的莉莉娜 在最後就 不如推說一個 完全和平主義的事情 就是政治和 加上這五條殺手的武力配合 被club的殷胎 對 應該可以追求到和平 後來在ZZZZ王裡面 又還是說到 有時候說到 有些人是不聽的 有些人的怨念深度 要全世界抓住死的 也沒辦法 唯有用武力 但是 但是在昔哥的年代經以發展到有freedom 可以不殺的 全場上是打殘你的機種 這是在原早的時候做不到的 阿寶沒辦法 你不聽我就唯有殺了你 沒辦法 人家這麼多劑就做到 也有去探討類似的 可能變成了大家都買的 有時無可避免要用一些武力手段 但如何用最低的武力手段 傷不殺去給予機會 大家可以坐下來聊聊呢 雖然很多人都說這些是假慈悲 所謂不殺的人士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一部機沉了下海 你要打鬧就有困難 同一時間他浸了下海 又很難 你未能找到他 如果浸死或是焗死 其實他應該死得很慘 再深入就很沒癮 所以是不是當年以我印象之中 是引發一點點的風潮 對於一些曾經舊派的人都會覺得 這套東西可觀 少量 雖然更多的舊派人是抵抗 甚至是彼士這類 例如本人 但無可反應他有一點跟上時代 找了另一個方向 你說他完全吸引了原組第一輯 這就沒意思 其實他跟趙差沒有分別 但反而你說他重新去編劇本 但他亦是把褲野的想法重新包裝出 其實我覺得雖然在這個完成度是比較高的 對 但你說歸錯我真的沒有 我還不能接受小朋友 不是同行炸司 無法製造機 不可以踩了一次 無法製造機 A Pie相像我們剛才我所說的 無法製作強化人的課程 你一開始律常來理解 會出錯 他扔讓Level Five です 為了打中自稱入香港人的市場 然後看到經常打很 biodаться 亏P 類似賣蒙賴賴 Cool 硬生一栈的元素 那你就違背了高达的招牌 但我有问一下 比如这近十年所有的Gundam的设定 对于新类型人或者强化型新类型人 有没有那种能力或者精神感之上 他们都有进化呢 还是只是重复回顶龙都是浮游炮 其实已经不是说 其实已经很少再说尿梯 因为尿梯是少于UC的东西 如果你说到尿梯 另外再说我印象深度是F91 V那些我已经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不认为他有尿梯 只是审金粉而已 还有很大的翼 我不太接受他对翼 如果你说是直线的 他对卷会潑翼 我真的不太接受 那些视觉是Vissel Band 反而在UC以外 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演绎所谓尿梯 即是给他很多新的名词 或者在能力上有不同的转变 对 DoubleO中用的量子科技 是如何透过量子科技做这个 他有说到人类进化者 因为感受太多量子波 令到脑子有进化的变化 是鑑身者在DoubleO中的名字 Evrenta不是夾生者,夾生者是说人工做出来的事 但德雅是进化了,我不记得他还是叫夾生者 就是Sara,Sara是说他进化了,他和太多量子波的经历 其实他从最后用的GNUP都是为了散播老量子波,令人进化 其实你会看到他的词会是跟着科学的进化去走 但故事核心大部分都仍然存在这幅图 Turn A也很明显有这幅图 Sit就用Coordinator这个文字去演绎尿梯 但他里面说是很人工的,他说是用DNA扣出来的 就是那期最烈的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Sit就不一样,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东西 没有079那么均匀 是这样的,那个年代你需要这样才行 画公仔画出场的,不是那些小朋友接收不到的 我真的觉得接收过两次 你们就看了这么多一部 如果纯粹说,不要计算机体了 我们只是计算机师的战斗能力了 依然是否最高的是马沙和阿宝呢 阿宝 其实马沙的战绩 其实他不算太幽黄 常常被阿宝欺负 因为在我们看动画,算是他经以后半的战斗生涯 其实在动画之前,他那段是王牌KC 当然不能跟其他接户的王牌KC比 其实这一件事是后设的问题 其实前次马沙是很厉害的 但后来设定里面 因为你要保护了强的机师 所以如果马沙以战绩 因为这次还要跨 马沙不然觉得他的战绩是不高的 其实我也觉得当时来说 照当时的想法 他是要培养很多叫偶像机师 他是不是这么王牌,不要紧要 最重要的是他高于一般的水平 但他又要有魅力 这就是魏能界法则 一定要唱得好听 他要基本上唱到歌 他要唱得比其他人好听 这些要拿回政治本钱 主要靠魅力 反正是要买样吸引人 那副面具 已经是一个很拥有魅力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战绩里面有这么多安装机器呢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士气方面严重 因为战绩始终他们所谓的日兵少 粮少、飞少 其实他们的经济能力是非常弱的 所以他们是要用很多的偶像机师 才可以发动到一个有士气的战争 这个也是人性的角度出发 这是一个战斗的策略里面 其实另一方面我们在说 这个我们要有NT 其实同一时间 高达形象最深入的是政治层面 就是一些旧世界的东西 其实他也说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冲突 甚至为什么在每一个作品里面 一定有一个面具佬 除了G 每个面具佬之外 他都一定有说他是有执念 所以我说除了G G是没有执念的 反而他反而是一个拯救者 负罪 他是一个蒙面书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面具佬主要是服侍一些女性的观众 通常要有那种神秘感 要有那种型格 才能够吸引到女性的观众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象征了他有自切的执念 去运务自己的可能性 但是追完索本 最开始 很多东西是后来在文化分析之后 最开始的马沙 戴是为了隐藏身份 是的 而且他就吹嘴说战斗时受了伤 所以有条鱼不想被人见到 就是一个真是偽装的假面 他当时有说过 戴那个面具是因为他的眼睛有问题的 他早期是说自己的眼睛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戴眼镜或戴面具 所以之后他就说自己受伤 所以要戴面具 他就跟我们有时候病了 或者是有些不太清晨 不想上班拿一张假的医生字 他的面具是等于这些东西 他现在是铁面王子 但是就是这里 他为什么戴面具 就是隐藏身份 但是隐藏身份 意味着他要执着于他某种的意念 才做这件事 就是他建立了一个分裂的自己 去服务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具 其实你发现每一个戴面具 都是他有一个假身份 假身份就是他另一种的矮装 其实就是在分裂自己的意念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就是当你分裂有执念的时候 你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 就是一个伏仇或者一个十万十万的意念 所以马沙在马反那里的人 通租说他没有面具 其实是错 他是戴了一个偶像的假面 这个才是他最终极 令到他自己最扭曲 嗯 但是他已经在那个情况下 因为马沙我一直对他的印象 就是他永远不是做罪托的 他一直在扶手 这个也是他自己本来的立场 才能发挥得到 你去到马反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扔过自己的故事 好像很有理念 但是那整件事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接受不得他怎么做 如果以他内心 你当审问他的灵魂 他是有些扭灵 还有不是太有原因的 但是其实表面上 说出来是很多人拜这套 就是某程度他是 可能他背后有一些 就是因为人恩怨的问题 不论是对联邦好 或者对阿宝好 所以才做这个行动 但是其实背后 他说出来的唐儿王 就是你又是为大众所接受 我就不接受 但是接不接受呢 就是稍后再说 这一集是继续上一集的一周年 但这集是第二集 上一集我们说到 你会否同意马沙丢的阿古智斯 对了 Custin 怎么看呢 我当然很明显是不同意 因为在这个灵性的角度 无论是为了什么理念也好 如果你要牺牲了这么大部分的人 然后达成一个理念 虽然可能说 之后那个世界 会比这个世界更加好 甚至死得更加少的人也好 但是本身这个已经是一个恶店 纯粹一个很自私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怎么可以 就是已经决定了别人的人生 还要是决定了这么大部分的生命 而在你杀的人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无差别的杀 而在这个石子里面的时候 不只是死于人 其他的生命 这种实在是太过 将那个叫做大的意念 将它自己的合理化 零星都很慢 是的 是的 我没有看到这么高的零星层面 我只是在这个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 如果它有一个方法 可以丢掉东西 只是消灭人物 那就最好 理想上 动物和它的理念是没有违背的 也没有压迫宇宙植物 因为我们要谈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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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令地球生態重整 另一件事是他想逼所有地球人離開地球生存 全部去太空 就可以逼他們進化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蠻點 究竟是否要在宇宙才進化呢? 所以這是近似大義 例如在海虎裡的所謂藍先生 也有同一個觀念 他好像是一個奸國 但其實是在他真正想做的意味 其實他是想為世界好 但這個所謂先作惡而後達至和平 其實也是有為了本身的價值觀 我沒有估計過這個可以用海虎擺上關 因為理念上是可以掛勾 今次的 但藍夢有很多計劃 他會將生態重新重組 就沒有像馬薩那樣不負責任地 他相信地球這個無親會 但我想在這集探討 就是今集探討惡念這個問題 其實他們認為地球是一個充滿惡念 你是怎樣看這種說法 就是以一個已經上了宇宙 已經自覺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態升華了的人 你是對於下底的人有那種階級觀念 這個是自以為在做好事 這是一個馬薩的貴族主義的揚禎 但如果真的以一個靈性狀態去看的話 你應該好像佛陀一樣 眾生皆平等 你怎樣可以去到審判了別人的人生 是應該生存 或者怎樣逼他上去呢 有這個強迫性的時候 這個本身是一個惡念 其實他對人類當時也絕望 就是聯邦這件事 就是地球聯邦這件事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充滿惡念的忌體 是 首先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說 他逼了預札人之後 就是逼了一些人上靜零衛星之後 其實他搞很多階級觀念 去逼押這些宇宙人 所以大軍才要獨立成為共和局 是 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他們之後後期搞很多邪惡的事 例如成立這個太坦斯 搞什麼十三的毒氣 搞毒氣滅殺的事 其實在那角度來講 我們看到地球聯邦其實是一個恐怖分子 對 你可以說無論理念是多靜也好 因為這群人的負性能量已經是太重了 他就像古代的奴隸主 就是聯邦 所以你不聽話的話 即是你是出生 你是為了服務我給我壓榨 不肯的話 就可以用任何手段去壓迫你 因為聯邦的確是流傳著地球原居民 是貴族的這種想法 即是這種傲慢 因為他們會把外面的人被迫走 而我們是擁有一個偉大資源地球原始居民 所以他們真的要有一種階級概念在裡面 所以因為負性能量太重 而引發到他們越來越走的恐怖分子 但相對來說 其實你說太空食民那裡是沒有壞人的 因為湯金一加就是代表 即是代表 他爸爸還要說到他 你只是作弄希特拉 但湯金本身就沒有那麼極端 即是他是想自己擁抱 但其實他沒有太強烈 要發動戰爭的傾向 他是有想發動戰爭 但他是想透過戰爭來講 得到兩邊的一種平衡 即是他不是想稱霸 不是有點像香港自治運動 即是他是想有一個戰爭 令大家有一種平衡點 不會有過度 因為始終聯邦不斷在迫壓他 他一定要去打仗 令他贏了對方 他不是要滅掉你們 他要令你不敢打 摸回那個公平對等的身份 即是其實他是有點像Bagman 好像有點過火 我最愛像Bagman這件事 我們開始越能越多了 聯邦就是一群小丑 即是聯邦是政府組織 例如Bagman裏面的政府 已經跟黑社會聯繫了一線 所以他就要出去打一些稻草人 打一些小丑 打Joker那種情況 其實他的目的是要製造恐怖形象 去維持自己的安全 全國家安全 但相反來說 紀念是真是野心 紀念是真的想稱霸他 得到最大的權力 所以宇宙也是有壞人 這是真的 但聯邦就去到一個 如果他獨大的時候 他又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幫派之間的鬥陣 即是他們同一時間 會發動下一次的戰爭 但沒有了敵人 他便會找到敵人 所以為何在奧冠存在 奧冠不是因為他們要為權力 而是因為他們一來不滿了太眼師 而是他們本來因為被迫押的另一個權力重心 即是因為那時候眼鏡佬獨大 所以另一批權力重心 就是自己成立了獨立的私軍團 即是一些右隊 所以奧冠是聯邦分拆出來的隱藏的私軍團 其實是一個內戰 其實是SETTA 其實是一個內戰的情況 後來再引起故事才是另一回事 所以聯邦或者地球人 或者所謂的舊人類 是否擁有這麼強的惡的意念 是 這個就是 是否這種惡意念 一定要去 用一種方法逼毀滅他們 即是這種所謂的大義 當然 他有一種無差別 有太多犧牲 但是否完全不同 同一個道理 我們經常都會說 人類滅亡了大戰 人類害蟲 即是這個 我想在很多作品都會說 嗯 技神手 對 我也對 技神手 那麼 這個題目 其實我們在哲學上 或者很多的討論上 都已經不斷討論 是否應該人類毀滅了那些 甚至今時今日 我也有時會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人類是否真的太多 即是 有人跟我說 食素食環保一點 所以不吃那麼多的動物 動物有生命 是 但我也會說 植物其實也會有生命 嗯 其實人吃人是最環保的 是 即是吃到家明 是嗎 但是 如果你說去開坑植物很環保 我就會跟你說 你以為開坑植物是 開坑田地是環保嗎 是的 即是你同樣是要剷很多樹 但以純粹的數量去計 那個倍率 你養一隻動物又要更多的農產品 那條數是更加難收貨 對 但是那個地方密集到問題 對 例如我用了田地的話 但如果我同一時間 將殘餘給一些動物去吃 在同一田地裡面 那個農舍裡面 可以生產的食物 其實是會比起動物有效率 即是有效率 對 但現在其實是隱身到磁気 其實所有東西都只不過是人口過剩 是的 如果人口我們少的話 基本上全部吃肉或吃素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對 因為大自然有很多動物就是純粹吃肉 對 他們會自己取得平衡 但這個就是 我們要討論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人類太多的時候 是否應該選擇去吃一群人 即是犧牲一群人 令人類減少 可以解決一個所謂大環境的問題 對 同樣地 或者扔不了故事師 是 那是否我們發動 死這群人 嗯 是否一件好事 其實有時我跟別人討論 其實如果人已經缺乏生產 或者年紀太大的時候 是否應該讓他們有機會安老死 令你可以減少人類負擔 這個是解決了人口老化問題 當然 在道德上 在感情上 你是不應該這樣 即是 隨便一個認識的年紀大的人 你都不會想去有事發生 是的 但是在理智方面來說 這群人其實也是人類的負擔 嗯 即是否可以少一點會好一點 即是這些 非常殘留的想法 其實都一樣會存在 那我想這個視乎是否叫自願性質 即是如果你說 在New Age的靈性角度去看 就是 如果你是沒有強迫 而他是自己選擇安樂死的 其實這個是他的自我選擇 並沒有一個叫做道德的問題 對 而這個道德只不過是 你是建構於舊的宗教觀 所以覺得這是不道德 但現在就是沒有人會有這種自我選擇 對 而在這裏面 我們又說惡念這件事 是不斷在人類不斷創造出來的 即是 我們又回到後去講 為何要打仗 即是阿寶也說 我都會疑問為何要打仗 嗯 那瑪莎其實是借這個打仗去復仇 其實他都頗開心有仗打 因為他才有機 對 越打越有機 所以瑪莎在這方面 基本上就不能理他 那 但是 人類去創造戰爭這個惡劣 其實是人類的原始問題嗎 其實 我看今來所有戰爭都是資源爭奪戰 是 或者後來有些可能是理念 宗教上 十字軍 那些 那些 基本上都是這兩種 古代 現代也好 但其實去到 即是在079的時代來講 資源呢 就是講著 治戶和聯邦之間 治戶為何要去獨立的原因 就是資源 但其實對聯邦來說 他不是一個資源問題 其實他的資源是個性的 對他來說 就是為什麼聯邦在 發展了I-78之後 可以增加大約I-79出來呢 因為他的資源多得很重要 其實他沒有人 對 所以其實聯邦從來沒有資源問題 他的問題是權力問題 權育這件事 可以算是另一種資源 因為有高就有低 但是人類創造了虛擬資源 對 這種惡的意識 其實是否已經深重在 這個所謂人類裡面 那你是說故事的設定 還是說故事的設定 故事本身 其實這個故事很反映現實 其實聯邦的立場很明顯 是因為威脅的存在 即是他們為了日後 他們在戰爭初期 是處於下風的 對 如果他們有反撲 當然是要去盡 即是將這個消滅 即是原本 你們在上面 就是奴隸的身份 去供給我們差遣 儘管不是說必要 即是可以給好一點的待遇 用不同的條款 政治手段去解決 但是問題 人是會有多數 或者其事 當你的權力是這麼大的時候 你不願意去跟他們妥協 即是蔣家驊 去法輪解放軍 對 那就變成身份問題 因為我沒有可能跟你對等 聯邦和戰鬥 所以只能夠用戰爭去解決 這個除了威脅 我覺得其實牽涉最重要 就是他們的面子問題 因為他們一直自稱的貴徒 所以去到後期的泰濫斯 根本上 甚至於摩克泰濫斯 0083本身 為何要搞一個軍事聚集 都是為了面子 大月兵 大月兵 都是為了遣露子的面子 因為他們是貴族 這件事已經變成了固有的惡念 其實貴族主義 都不只是聯邦聯邦寵 其實F91裡面的宇宙貴族 都有這種意向 即是天面人 所以回到後 我們去討論這個故事所說的惡念 第一件事是 這種權力的鬥心問題 或者人類的鬥心性 人類想要贏得到 其他人類的意識 是在人類裡面 形成了惡 即是 反過來我們說 愛是一種和平 一直都說 它是要溝通 愛與愛人類的連結 再達成了和平 這就是故事最終 就是拿拿想 馬沙和阿寶 搞BL的結論 即是 如果你們搞BL的話 你們就 只會在床上鬥 不是在牆上鬥 所以你看到 馬沙之反擊 就是最後兩個 是Ascension了 而不在 而終於脫離了 這個現實的世界 你看到這個 漫長的宇宙力裡面 人類無論如何 經歷了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政治體的鬥爭 都找不到一個真正的和平 直到要馬沙和阿寶 這些例子 是可以 原來是所謂的Ascension了 可能他們在第二個 次元的世界裡面 就找到真正的和平與愛 床上的激情 而且最重要是 在最後階段 阿寶想推翻 這個故事之上 他那個精神增幅之後 是引來更多人認同 然後大家聯合 他那個畫面很感動的 就是雙方 不同勢力的人 都一起去做這件事 本來之前那一刻 還是大家打生打死的 就是希望 引發出來的效果 就是這件事 所以其實那一幕 對於我來說 是很經典 和當年 雖然都沒有這個 叫靈性的概念 但都已經覺得 非常之感動 但是麻煩之後 其實也是這麼大 正羅相說 麻煩之後 其實人類的戰爭 是未停過 未停過 有辦法 阿寶也說了 人類是重複相同的錯誤 對 其實人類重複相同的錯誤 這一句 正正顯示了 人類的惡念 其實是從來 沒有辦法食肆 這件事 其實是否可以證實了 瑪莎 要將人類趕走 這個動機的合理性 但是當然是趕走 其實沒有事 只是一時間 因為土星那裡 都會打到 因為這是生物本能 例如我們現在說 V X那些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其實 V這樣 木星團 也是在打 F91 F91 又是 F91在哪裡 F91是浪費多少 我忘記了 那裡 那裡又是一些 貴族的 滅殺主義 其實人類 就算讓你成功了 去做了這件事 但其實也是沒有效果的 是 反而就是人類這個種族 究竟的惡念 本身在哪裡 第一樣就是 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 贏人的心 嗯 所以這些是無論 在宇宙 逢星宇宙戰爭的故事裡面 無論是 馬薩 高達 或者銀鷹磚 裡面 就是 無論物轉星移多少年都好 人類的慾念 對權力 那種的戰鬥 是永垂不撈的 這個 反而令我想起另一套 的作品 是不跟高達斯 但也是跟機械人有關的 就是 叮咚 裡面的鐵人兵團 哈哈 無緣無故被扔到那裡 因為它裡面有一幕就說 機械人因為有 直入了一個意識 就是一種競爭意識 因為有競爭意識 它才會進步 但是這件事成為了侵略的動機 所以他們就用時光機 回到那個設計機人裡面 用愛去關懷其他人 他們就關懷其他人 才會發明而進步 他們就不會再發動任何侵略的戰爭 但是人類在這件事的競爭意識 就變成了本能意識的惡念 在這裏出現了 這就是回到那個位置 關乎的靈性 你就會看到 為何這麼久都沒有變過 就是 因為無論整個宇宙 太多人也好 他們每個人有太多不同的自我理念 如果你去到 怎樣找到真正的和平 可能牽涉到 所謂怎樣達至 共同的集體儀式 可能大家當世界觀裡面 全部人都成為一個新類型人 而他們大部分的時間 都可以在意識上 在一個連結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差別 和大來的理念 扭曲是怎樣達至一個平衡位 而才去找到 其實我們才找到 真正的和平 而放下了自己的武器 其實這裏來說 很牽涉的一件事 他在這個作品裡 從來沒有說過統一 你剛才說過連接的問題 但是連接的溝通 其實是要保留互相的自我 這個又回到 本身設定裡沒有答案 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你要去保持那種溝通 和謙和 接受對方 就不是要統一對方 這個就是另一個 亦是執念的另一個極致 就是你希望同一 因為你的執念的統一 意味著你要把所有其他人 剝除其他人的自由 這個就是另一種戰勝的心 另一種執念 其實就是面具的執念 我覺得這就是分裂的執念 其實就是當你有一種分裂的自我出來的時候 就是牽制自己的靈魂 不用被地心吸力困住 你同時被面具困住你的靈魂 這個就是為何所有面具佬 都會變成邪念的情況 這個很正常的心理 就是你在現實上 只要你戴著一個面具 在一個公眾的空間裡 你就自己知道自己的真正面目 是埋葬於面具後面 而因為你的面具 而表達出一個什麼情緒的時候 你自然將這件事放大 而這個鐵面具 無論什麼面具都好 因為他只留下一個眼神 和他只留下一個精髓的情緒 可以放大的話 那個人自然會扭曲自己的性格 很荒管的情況 人家就看不到你的臉色 對 陰謀面可以走出來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很熱門的問題 就是網絡應否失明法的問題 哈哈 這個也是牽涉另一個作品介紹 有一個叫預告反 預言反的作品 嗯 那就是之前有一個很熱門的作品 就是寫Recess 我已經叫同者什麼 我忘記叫什麼 我忘記叫什麼 那他新的作品叫做 預言反的預告反 你不想騙什麼 就是在網絡上有一群人 在網絡上 就用緊藏身份去犯案 就是要預告自己會做什麼 就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其實這種我們所謂隱藏自己面目的情況 就是 其實兩件事 第一 你會將自己內在的一些 抑制的惡念 發出來 對 但其實我最重要的是 這個面具代表什麼 這個面具象徵了你某些想投射的問題 對 你是帶了面具為了做某些事情 而這件事 反過來是 制約了你自己的自由 那種的想法 即是你是接受的小種 就令你自己分裂了 為了某一個非真實的自我而服務的存在 是 即是你不再由心去感受 而是你為了某一個目的 而間接去感受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慢慢就會走偏了另一個執著上 因為你的眼睛再看一整個 你會將能量集中於某一點上 即是 我講到這裏其實是很亂的 因為其實 例如我是有一個目的我想做的 我用心去做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沒問題 都是集中點 但 帶面具的東西就是 你是分身出來 以它為重心 不是以自己為重心 這樣便會變成 Label大過本質 那個的結構 即是你沒有了真實的自我 其實瑪莎這部分 它是隱藏我的自我 反過來 它是被一個假的自己困住了自己 所以 早期來說 它只可以做到一些 不是真實自我的人 就是 它是不斷去做一些小動作 去做一些政治上的功能 而這些計算 某程度已經成為了邪念的一種 其實阿寶也覺得是邪念 但是 喇喇就是看出邪念背後 因為瑪莎好像只是在喇喇面前才會脫下面具 嗯 只要在大師面前才發現 無謂遮掩了 因為已經被人看穿了 所以喇喇看穿了她所謂的 瘦的特性 很努力幫她找她的配對 對 看穿了善良的一面 就接受了她 牽涉到這個靈性層面 所以為何要覺得越來越多人覺醒 越來越多人 成為到喇喇的身份 就是 如果你發覺 只要這個現世 是越來越多人 可以看穿了那些人的面目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明白到 我不需要 還是戴著你的面具 因為 我對於很多人來說 我是赤裸裸的 不如我怎樣去修心養性 去做一個 我可以赤裸裸的 去對回人的一種人 但這個是目標 但大多數人所戴上的 只是喇喇這個面目 那當然 喇喇都被面好化 說到這一點 可能有點離看 中國人社會是特別推崇這件事 譬如中國的戲曲 他不是要看你那個演員真面目 他只是要看你做得那件事有幾次 認識主義 紅面的就是中二的 白面的就是小人 滲入文化中 如果你想表達一些自我真我 反而就會被排斥 社會是有這種趨向的 其實這個是中國思想 或者日本思想 所謂的家天下 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人的重心不是自我 而是一個family 或者是一個團卻 這是農業社會 為農家庭服務的一種重心 其實我們經常說中國人的江中耀祖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原來他的榮耀 他有可能不是負負自己的 是負負他的家庭 這就變成了他 是抑制自己的那種立法 這個中國人或日本 在東方社會裡面是有的 那至於為什麼 那些面具是這麼存在呢 其實是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講的那些戲曲 是因為他們的場地問題 因為他們的傳統是看不到的 嗯 太遠 是 所以他們就要戴面具 可以讓你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西方早期的戲劇 都是會戴面具的最重要 嗯 原因是因為你是看不到他的面具 是 你才會靠顏色去分別 對 所以就要靠這些很明顯的東西 但是西方的發展慢慢是季族化 那貴族化畫就是近 距離近了 就是讓你可以隨著面具去做 但其實 反過來做戲劇 你要做表情 其實跟戴上一個面具是沒有分別 只不過是玻璃面具 那我現在就抓到一個重心了 即是無論在現實以至高達的世界裡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多 人多就麻煩了 引發問題的第一個原因 是 在高達世界裡面 即是如果全世界走進去宇宙的殖民 那可能宇宙的殖民衛星 是殖民衛星之間會打的 是 但起碼沒有種階級觀念 對 而且其實你如果去到殖民衛星這個概念 是不是有資源問題呢 這個其實應該解決了很多 嗯 因為我們例如在Size7裡面 其實它也沒有什麼靠其他地方去接濟的 所以高達世界裡有一個荒謬處就是 他們經歷了這麼多百年的宇宙戰爭 他們都沒有想過其實要幫那些人絕育 其實都不是真的跟人都一樣 這個可能又會再引發戰爭 哈哈哈哈 這個是關乎很多人對這個觀念的認同 我覺得高達裡面他故意避開 就是剛才我們兩集以來講了很多的問題 有些層面是可以解決到 但是他故意不加入可能靈性上的追求 就是他不會裡面有一些團體 或者是宗教 他間中有些出現 但是還是很原始 他不會將所有敵對的勢力 他是用革命的手段 他不是用一個精神而已 這些人是沒有可能做到招君的統帥 如果給他的話 可能他就可以提倡很多理念 然後大家不用用打仗的方法去解決 是的 但是你在現實層面就是 逢生有這些人 其實是不會奢望想去到這個位 又或者他自己也沒有人可以協助到他去到這個位 所以我先說馬砂去到馬板 那個不是馬砂來的原因 是的 但是我某程度又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現實中看到太多人 中年開始就變得很偏執 那他那個年紀其實剛剛像是那樣東西 馬砂本來就很偏執 理論上在經歷過一年戰爭和武漢的事件之後 他應該是會跳到另一個層面的精神 但是很可惜最後他變回一個更偏執的人 所以這段我也是不順暢的 那個人解是不順暢的 或者其實有一些變迫就是 經歷了這麼多戰爭的事件 令到那個精神創傷大到 那個性格是更加偏執了 馬砂又不在他身邊了 開動 是的 他只剩下最後這一步 是的 無論他身邊的聰明都好 沒有一個像馬砂那樣 有那種大師級的智慧身份 去開動他 他跟拳四郎一樣 牽涉了一顆前母星 哈哈哈哈 你說起這件事 我之前沒有留意到 娜娜的靈魂永遠都在寶寶附近 即是他沒有在馬砂附近 是的 我之前也沒有留意這個項目 即是馬砂其實反過來 已經被他執念控制了他 已經隔絕了所謂的和娜娜 或者這些叫做智慧 或者這些我們已經叫做靈魂導師 是的 的接觸面 即是給自己 其實反過來我們又回到原點 馬砂我們也叫做靈魂覺醒者 即是瞭替我們應該當成靈魂覺醒的一種面貌 但其實靈魂覺醒者 不一定會走向一個靈性正面的道路 他找到的可能性 其實是越來越隔絕了一些外界的東西 所以反過來 即使很多我們所謂的Lewatrian 或者一些叫做覺醒者 或者一些修行者 其實他們有這種能力 但不等於他們會在正面的方向 也可能會在一個邪惡的方向 而馬砂第一個就是面對的分裂 第二個就是仇行心 過去來說 如果用拿拿和馬砂去做一個比較 拿拿本身來說 她也是小時候受苦生虐待 即是她一樣是在悲傷的家庭裏面的 但拿拿所看的東西是另一件事 所以她不會感受到這種暴仇心 即是她放得低 她反而覺得這個世界會發生的事情是應該要發生的 所以她只是在感受這件事 所以她是一個開悟者的身份 而再投胎出生 就不跟阿寶馬砂是那種 尋找者 而準備覺醒的那種人 她們今世才開始修行 是的 有個級數有些分別 即是她是有能力者 但她沒有 那個靈跡 其實現代也是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自稱自己是什麼什麼小孩 其實我們認同她有什麼能力 即是我們認同她可能有一些Lewatrian的能力 即是她可能的直覺很強 或者是很多的能力都會很強 即是轉台不用remote了 即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新娘人是否在語言方面有障礙 即是傳統那些 稱呼的兒童話 語言能力有障礙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但有這種能力 是否等於你已經是一個覺醒者 但其實後面那一部分才是重點 即是反而後面那一部分 根本上你是Lewatrian 不是Lewatrian 你也是這樣去玩的 而瑪莎就是在這段 裡面找到一件事 就是她的仇行心 形成了她只靠這件事 去找到怎樣報仇 其實瑪莎另一件事 其實是很有趣 就是她從來很少有正面 但這可能是貴族性的身份 就是你會看到瑪莎是因為她有一個貴族性的家族的價值觀 所以她覺得一定要為了自己的家族去報仇 去取回那個榮耀 但你會看到阿寶的不同 她不會歸咎於某個戰爭的某個勢力 而令到她爸爸死了 她會看到這個是一種戰爭而產生的悲劇 而她會可以脫離了這個復仇的心態 加味油版而有 因為阿寶和瑪莎成長不同 瑪莎很小時候要開始去做很多計劃 去策劃 阿寶就是面對問題純粹去解決 找一些比較本地的 或者是原始一點的 哪有解決是被人扔去解決 對 她會迫著面對 最初就是要駕駛高達 去擊退這群入侵者 去保命 去保護身邊的朋友 去反應 但瑪莎並不是 她經常想過每次 之前是想到666步之後 那你就看到那個命運 交給她的過程 就像現實的世界 就是你越有計劃 但主要原來你這個 不是根本上在做你的靈魂 或者你現世需要做的事情 上天就不停地安排一些困難 衝擊去阻礙你 就像瑪莎一樣 而阿寶那些 就是 我順應過天意 那天下來了什麼 我才逐層逐層去解決 你就會看到 阿寶好像如有神作 連瑪莎都在她身邊 她兩個人一生都是這樣 瑪莎就是不斷去計劃 是 儘管可能每一次的動機 有些不同 阿寶每一次是去解決問題 去到麻煩都是 有這個大問題 會被人推出來去拯救 我聽完覺得設強直裝甲中的 宋令整龍是這個 似的 似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 互相需要找回一個平衡點 在對方拿回一個 攻守關係 對 對 所以基本上 當然很多東西會牽涉他們個人意志 但其實某程度 他們也是那個大環境的副產品 可能就算 瑪莎選擇 去 退讓 逃避也好 不報仇 但是那個時候會產生一些 類似這種想法的人出來 不過可能只不過是一個 不是一個 背負負仇 可能只是家庭被聯邦軍消滅了 他用另一個原因出來 他又會成為一個大領者 但其實就算沒有這些原因 是基蓮的 都是同一類型的性格 只不過他那個野心是 發揮到 即是他不是要報仇 他是發揮到 但其實基蓮自己本身都很歪曲 除了基蓮 他那個 他那個 紫色老太婆 紫色老太婆 紫色大嬸 紫色大嬸 其實都是有 基蓮即是遊戲中的基利 基蓮才有 其實紫色老太婆 紫色大嬸 自己都會 對自己身份裏 都有一種 不滿 那種妒忌和復仇心 其實跟馬莎一致 為什麼馬莎 其實 很多人都說 馬莎搞定了 卡爾瑪之後 其實他應該是被槍斃的 為什麼 紫色大嬸 會救回他 其實他已經知道這件事 因為是帥哥 帥哥 帥哥是有著數的 其實他知道 紫色大嬸 跟他有內心的同一個情況 所以他理解到 他計算到 他其實是 司馬爾計算到 曹操的 劇情 他已經知道自己 可以接近他 甚至背後 他本來已經有聯絡 其實 調到紫色大嬸 他是否想 卡爾瑪 可以繼續在這裏 其實調到他 是想他死 如果你細心看他 對白 其實他死了 他是很開心的 只不過他要做一場戲 留下瑪莎在身邊 但同一時間也要讓他 等到冬菇 即是不能讓他再做男將 所以基本上 他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沒有瑪莎 其實其他角色 都一樣會重組這些性格 因為會有 另一個重點 就是在這個人類的惡念 有這些能力 也會被人類所擺佈 暗形所擺佈 為什麼阿寶會 他要拿著機 要打仗 其實有這些能力 是否改變到這個世界 其實你在發現公司 你不是說 改變不到嗎 對 無論阿寶幾好打也好 他在這個 這麼大的染缸裡面 他只可以負責敵的顏色 對於整個世界 並沒有一個大的轉變 反而你說大轉變 反而是類似 阿瑪莎這些 啟蒙者 或者先鋒 把意念注入其他人 你看到他做到的事 反而是更加大 即是他有一個大靈 也要有政治的力量 對 所以阿寶調拳 也是給予一個惡念 在這裡有顯示 一個惡念 和一種覺醒 那種意念的競爭 所以其實 調拳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其實我們都會給這些 即使我們是做一些 好像靈性的工作 好像 我不敢說是靈性的工作 但其實我們要給一些 地產霸權 這些所謂霸權 或者是媒體之間的 那種 那種淺化 我不敢說他們是錯 但很多東西都是誇大 失神的東西 去抽水 去影響了很多的面貌 即是 例如前一段的新聞 有一位教主 上了報紙 即是引來很多人 對這些說法 都會說 掛重去衝 認為這些是 莫宣傳 一些惡念的行為 即是一些貴族主義 但我又想看看 其實在那段新聞裡 好像是沒有看到 是靈主 不知道 什麼 哪一段 我少看 平嘟那個 是的 平哥日報 直接開個名字 平哥日報 訪問了一群 在New Age圈裡 比較知名的人 其中一個 在自己的節目裡 曾經戲弦 說笑 要做個教室 做教主 但 其實大部分 知道這件事的人 都會知道 這個教主的名稱 其實是一個戲弦 教主這件事只有 黃毓民可以做 是的 但是 另一個黃山 但就在另一個人的眼中 就覺得 這個教主 是你封給自己一個 誇張失實 還有你自己 很有野心 很有野心的 一個身分 這樣 就變成 這些人太 想說上線了 是的 他什麼都沒有做 是的 他犯法就是找人拘捕他 我常常這樣說 我夢想做邪教主 我也是 我想說 就是這一種的意念 你不是在那個世界裡 當你是有一些提升的時候 其實 你同樣地 是跟這個世界聯繫 是的 或者像雲圖 你的醒覺 是跟世界聯繫 而當這個世界聯繫 就會利用你的醒覺 又會發生了 另一些問題 所以要有兩把刀 好像在高達裡面 阿寶 覺醒了那個能力 但是他也要 懂得怎樣去利用這件事 去感染 強化 將世界導向 而不是純粹做一把 槍 一個劊子手的角色 再封你的刀 都要有殺手 他應該先想想 從政去改革聯邦的內部 這樣馬沙就不會變得這麼偏執了 其實馬沙一開始 就想要做這些事情 是的 他在奧剛當時 本來不是要發動這個 他要去搞我 不是一個名字 暗殺那件事 不是 他之後 有一道要保護馬沙 在儀會裏做宣言 是的 機閃大戰也有這個 是的 其實那段裡面 就是說他要去發動政治力量 去令人的改革 其實這裡又牽涉了另一件事 其實這個我覺得 已經是超過了UC的世界 就是說 人類的醒覺 不是來自於政治層面 或者是任何領導層面 而是來自於人與人之關係 的關係 由基層開始聯繫 令你推翻了那種惡念 嗯 這個就是 其實無論馬沙串 把東西放進去 或者把自私進去 或者阿寶把所有的東西 或者一對一去說 其實都不是一個方法 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才是一種方法 因為庫野最終提醒大家 就是人與人要解決 一切問人 互相溝通 而這個溝通 就是由於你不愛其他 其他資料 願意跟他溝通 接受其他人 這才是高達論 最核心的想法 是 到底Facebook可不可以 大致世界和平 這個溝通的橋樑 Facebook 但是Facebook 根據外星人說 他是屬於邪惡的產品 不要緊 以中國人的觀念 邪惡精 用逆為證 我們要弄化他 剛才我提到的 已經到了飛妖師角 雙方 人類聖覺可能需要時間 所以要有恐怖分子 把他們都打破武器 以及人的團結是否需要有一個象徵或惡念 可以讓人們集中 這也在最後 這是最核心的 核心是在《Double O》中的電影版的結果 就是他們開啟了 之前做了兩輯的電視版 以及幾百年前的計劃 最後都是希望達至這個溝通手段 這個溝通手段才是最重點的 就是連《外星人》都溝通 接納了《外星人》的溝通 將《溝通》這個題目玩得最大 因為當初《E.O.N.O》和《舒格寶》 最原始的就是預視到將來有一天 有些你不認識的東西會和你產生衝突 唯有溝通可以解決 不是用戰鬥的手段 當然我其實想到這一幕第一件事 其實我想起宇宙的事 但是溝通這件事 其實在暗示了《高達》中 一直在說這件事 過去這麼多集的《高達》 因此之間有獨立性 令你能夠共通到這個意念 所以你不會有謊言 或者感受對方的惡念和善念 然後其實是一種溝通的最終一步 不過現實中就有些比較難做 有些人你願意和他溝通 但是他未必行 所以再推翻早點 是應該由教育開始 就是讓人自小的時候 不要那麼容易產生這種惡念 有時候你看到現在《外光力》那一班 你覺得是沒有可能溝通到 他只差你頸而已 沒有辦法 他這麼靜心 有些人可能要用這些方法去隔離 即是我們要將能力投放在未來 由教育開始 希望人們可以傳承這種 不要產生惡念的思想 我差不多可以叫做信仰 即是有這個心 其實到了這個《高達》 其實已經很疑惑 其實這件事是否人類本能的事 即是是否教育可以解決到 即是就算小朋友都會爭取玩具 即是他都會跟其他小朋友鬥 即是說鬥這樣鬥那樣 這種競爭性 其實我不可以否定競爭性 即是競爭其實我認為是對的 但競爭之餘 其實是否可以尊重到其他人這個 是否教育做得到 其實是有點不可能 我想現代的 即是我們文明的觀念是 希望在競爭之餘 不要以這些太偏極 即是譬如運動來說 可以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但不要食藥 可以交換到球衣 對 所以就希望大家盡量能夠 自己守規則 達至這個和諧 我想是大家共同目標 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做得到 或者可能最好的方法 我們還未找到 其實高達其實已經預視了 溝通的還有一個方法 即是 我真的覺得是 講多些 東西出來 即是 其實是 只有以自己為 作質去感染 即是 即是如果真的可以去到 高達那種 意念感受 大家沒有了一種謊言 即是大家願意 所有東西都可以 講出來的話 當然可以解決多問題 都未必的 可能會引發更多問題 最重要的是 那個本質 那個動機 例如 一個女生 感覺到一個男生 心目中 其實是裸體的字 對 這些是 日蠻經常發生的 即是 我相信科技 都很快可以做到 大家可能是 意念溝通 這些事情 不是太遙不可及 即是 心最難搞 或者即是上網 大家說了 心裡面的那句話 就會吵架 即是 其實你上網 Facebook 都不斷吵架 即是五百港女 即是內心那句 但是大家 就內心那句 就是 溝通也有很多問題 人類是不是 一個 沒得救的物種呢 即是 真的很難說 我反過來看 看看是 夠不夠得及 即是 在我們自我毀滅之前 能不能夠找到 那條出路 去給自己呢 我們可不可以推翻馬沙 那句 人類總裂八商 對 靠我們 後世去做這些 我想我們這一袋也做不到 對 就在網上溝通吧 對 大家溝通多些 都不太多的 其實人類之間太多爭鬥 這個真是一個 那 講了很多 很靈性的題目 有些人覺得這個題目 其實是在這個節目中說的 不要緊 這是一個聯播節目 你可不可以的節目 就是很靈性的 這兩集講了這麼多 其實也希望大家可以討論多些有關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 即是用心去看一個高達 即是079 不是很難看的 而現在有這個跟得不太遠 其實我也想再分析多些有關 有關馬沙和阿寶 但是馬沙的童兒 其實是 可以說到她的心性 其實那種鬥爭 那種的 那種好勝心很強 這個其實也是很值得去分析 和討論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很多輯裡面的高達 都有類似的角色 可以把他們排在一起 去做比較 不是 所有面具佬 我不是說一定是一個執戀 即是 他是要做另一個 不是自己的自己 這個我也覺得是 人類可以瘋的一種舉動 就是分裂 靈魂分裂 其實我覺得是人類瘋的開段 但是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阿狼 也很感謝喀神 上來 下星期我們就會繼續說 但是應該不會再說高達 很累的 說那麼多集 不可以 希望下次我們 再齊人 再說一些深入的題目 那今集先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